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恭喜大家还有机会能看到一周报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这一周 整个世界局势非常非常的可怕 不过好在哈 伊朗只不过是 我人人炸弹 国内能交代就可以了 美国也没有想着 我真的要跟你怎么干 给你干死一个核心人员就OK了 然后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呢 美国的报道是没有死一个美国人 不然特朗普就准备丢炸弹了 伊朗的报道是轰炸干死了将近80个左右的美方人员 这个国内就可以交代了 所以从这个非常魔幻对立的媒体报道上来看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媒体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好我们喝一口水开始 战术喝水 第一条就是蓝牙技术联盟发布了新标准叫LE Audio 它主要的特性就是低功耗高性能 它支持多重音频流技术 发射端可以直接同时连接TWS左右单元 可以降低延迟提升这个我们比如说听歌的这个稳定性 尤其对于这个无线蓝牙耳机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蓝牙标准是蓝牙5.0 包括苹果也是的 那么这个标准有可能就是我们下一代蓝牙耳机的这个标准了 它不是5.0的它叫LE Audio OK 所以LE耳机嘛 叫无线蓝牙LE标准的这个耳机 第二条就是这个Model 3 这个在这周中国制造的Model 3交付了 哎呀我的天哪 OK 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在现场就直接跳起了舞 还脱了衣服 非常的这个好耍的这个尬舞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制造这个Model 3 或者说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一年 2019年是特斯拉的中国年 那么2020年很可能就是特斯拉的德国年 因为在德国哈这个特斯拉呢也搞了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的产能比中国的这个超级工厂的产能还要大 大多少呢好像是年产量好像是25万台 还是30万台还是50万台 这个我记不清楚哈这个数据待会儿列出来 然后在中国过去的一年特斯拉实现了 从电机到低量汽车下限一年内干完 特斯拉对中国而言或者说就是中国对特斯拉而言吧 意味着一个最大的这个潜力的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低的这个资本的成本 来去搞这样一个工厂 那么德国对特斯拉而言 就意味着在欧洲的更彻底的扩张 还有一个就是在世界的可以说是汽车制造的中心 去融合全新的这种 它非常成熟的这种汽车产业的形态 液态和这种呃 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好下一条我们来讲这个 ONIX曝光的iPhone SE2代的最新的渲染图 它的外形非常像iPhone 8 基本上是iPhone 8改过来的 但是背面的那个又有一点像这个iPhone SE1代 或者iPhone 5S的那个感觉 但是凸起来了 芯片升级到A13 很可能会命名成iPhone 9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这个命名就很骚气了 这个命名就真的很骚气了 所以说在今天这样 因为iPhone X都已经发布了两年的情况下 iPhone 9 我觉得对苹果而言 如果它真的叫iPhone 9的话 那么首先在产品线上 它是苹果最后一部4G的手机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价格可能在4000以内 然后它要干啥呢 大力抢夺这个国产中高端机的这个产品区间 然后通过它的服务收费 比如说iCloud啊 对吧 各种音乐啊 这些来收费 这个的利润是更可观更长久的 下一条我们来讲 年发科的一个新款的这个芯片 叫天玑800 这个CPU呢 它是COTEX A76的架构 由4个2.0GHz的A76和4个2.0GHz的A55组成 是GPU了为马力G77MP4 四核的这个GPU 这款5G的这个 这是双膜的调制解消器了 然后它同时这是5G双载波聚合 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WiFi啊 5G啊 这些同时并线的来保证我们的一个网络的一个 连接的稳定性和这个速度 然后它集成的是4核的APU 3.0 它可以提供高达2.4Tops的这个AI性能 也就是说它可能在这个 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性能去追赶上 或者超过这个骁龙845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这个有可能 因为这个年发科嘛 呃 它在这个处理器对吧 这个1000系列 天玑1000系列 现在已经是在内 但是大概 那个是相对低端的版本 在那个OPPO这个Reno3的标准版上已经使用了 那么天玑这个800这个CPU 如果说得以 我个人觉得它会在2000元档以内 甚至左右 可能会大量的去上 这样的话对于5G的这个普及 尤其在这个20年去出货的话 呃 应该在年中左右哈 可能会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一个 出货量会比较可观的一款SoC 基本上也没有多大的短板 就是一个中端的芯片 中高端 好 下一条了 我们就要转到这个整个的CES了 CES是每年的这个时间点 非常大的热点 第一条就是一加的这个Concept 1 这个概念机 它搭载制电变色玻璃 其实这个技术呢 在汽车在飞机上面都有所使用 但是一加这个可以零减7秒 实现从黑变成全透明 这个就某种程度上 可以当做手机的这个相机的N点 MD滤镜来使用 来减少这种高光的溢出 对吧 是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说宽容度 或者说 对整个画面的这个 呃 尤其是过曝吧 或者过量环境的一个光的控制 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吹得那么悬 我觉得是一个技术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到底在后面的这个 实用性啊 或者说在这个成像的效果上 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改进吧 这个才是我们该关注的重点 当然它在某种角度下 可以感觉是一整块玻璃 从视觉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好吧 还好吧 Win10的系统8英寸1200P显示屏 它可拆卸的这个手柄呢 可将其连接到这个显示器的底座 然后外形呢 跟Switch呢 有一种 呃 这种结构哈 这种插上去 然后 怎么样的 是跟这个Switch异曲同工 但是重量是Switch的这个主机的三倍 目前是没有公布这个硬件和量产计划 下一条我们要讲的就是 索尼它发布了这个Vision S的 首辆电动车原型 车内外有33个不同的传感器 这个主要是可能是这种 毫米波的 雷达的 或者是视觉的 然后有多个宽屏显示器 我个人觉得就是索尼 像索尼手机的套路一样 索尼就是它自己造手机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卖它的 CMOS 它的这个光学模组 然后出手机更多说 给大家看一看那个东西 当然索尼的手机的相机并不咋地 手机的整体体验也就那样 但是不影响它在这个光学模组这块 卖得非常好 赚很多钱 那么索尼的这个 卖的这个电动车 车内外共有33个传感器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更多的索尼造车 这个车整体看上去哈 我并不觉得比特斯拉的Model 3要好 嗯 整体的这种观感和成熟度哈 但是不排除索尼有可能去卖传感器 推销自己的传感器方案 甚至是屏幕的这个方案 下一条了我们要讲的就是法拉第未来 就是贾跃亭的那个FF91亮相CES2020 国内的售价预计是200万元 而且他的这个CEO表达了 对特斯拉的这个羡慕和期待 就是说那一年就量产 哇 然后给土地 给资金优惠政策 也希望在中国这样量产 预计售价200万元 别说200万了 就是100万 就是50万 我觉得哈 有钱买得起这个的 看不上这个 只要老子没问题的 特斯拉不香吗 对吧 宝马什么i8 i3不香吗 新款的 奔驰什么的 你买一个这个E级的 甚至更高级的 你去上一个S级别的不香吗 所以老子 只要老子没问题的 不会去选FF91 那老子有问题的 也不会有这个钱去买FF91 所以FF91在我看来是希望 不说完全没有希望哈 当然除非又在国内 又寻找到了更强大的这种支撑 我就不说得更仔细了 那么他有那么1%的希望 还可以回过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希望 基本上等于没有了 下一条我们来讲奔驰 刚刚讲到奔驰了 奔驰它发布了一个Vision AVTR 叫Avanta 怎么读吗 就是它的概念车的设计 说是借鉴了阿凡达 这个简直是 我感觉有一种装了一台主机的感觉 四个轮子转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酷炫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 未来感很强 但是假如我有很多钱 我应该也不会买它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钱 祝福大家以后 都能买得起这辆车 在你人生巅峰的时候 这辆车少说也要几百上千万 所以现在就投币点赞三年 许下这美好的愿望吧 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 这个的车呢 我们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来到今天的重头戏三星 三星的整个的这个展区在CES 是最大 人流量最多 人气最旺的 首先呢我们来讲 它发布的这个球形机器人 叫Benny嘛 Benny Benny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 发布会哈 但是这个的 基于AI技术的机器人 生活伴侣Benny呢 它能够跟随周围的人 大家它的这个行走的方式 应该跟那个星球大战的小机器人一样 然后呢它能够扮演这个智能管家的角色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会跑 又会带着摄像头能看你的这个小爱同学 包括你摔倒了紧急情况 你可以让它去帮你去寻求急救 然后呢比如说 他在视频里面演示的这个狗 把狗娘打洒到地上了 那么Benny呢就可以召唤这个 Rumba 这个三星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去清赏 然后还可以打开这个智能窗帘 来唤醒主人 然后用户偷懒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激励他们锻炼 来检查你做瑜伽的这个知识 还是比较好玩和可爱的 但如果这个还真的开售的话 它主要的成本不是硬件 而是非常强大的这个算法 和这个设计的投入 如果要开卖的话 也至少是大几千块钱 所以说目前来看 这个展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再过几十年 二十年左右 我们每个人身边是一定会跟着一个 机器人的我 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实体的我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很多事情 我觉得机器人的可能性会更大 再结合这个人工智能 机器人这种精准的操作 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OK 那我们就不得不讲到下一条了 就是三星所支持的这个Star Labs 就是叫可以叫星际实验室吗 或者叫星辰实验室 它推出被称为叫Neo 都是全球首歌人造人 你不是人造的吗 我不是人造的吗 我们是人类自我生产的人 而人造人呢 这个带有一种工业 对吧 或者说是一种技术生产的这种理念 Neo被描述为通过计算创建的虚拟的实体 虚拟的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它是虚拟的变成人形 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它的外观和行为跟我们人类非常像 而且具有表达情感和智慧的能力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说 Neo就像是一种新的生活 我们的星球上有数百万种物种 他们希望再增加一种 Neo将成为我们的朋友 合作者和伙伴 他可以不断学习 发展并从他们的互动中 形成记忆 他可能会存储下 对吧 跟我们聊天的这种 或者他自己行为的一种 深度学习的一种 惯性的沉淀 自我学习的这种沉淀 以及跟我们交互的这种沉淀 我个人理解会有这三种的这种记忆 我这样理解的 每个Neo都是由该公司的专有技术平台 Core R3所提供的知识 这个R3是三个英文字母 以R开头的缩写 分别代表真实 reality 实实 realtime 和互动性 react 响应 react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B真 Core R3可以通过计算创建栩栩如生的现实形象 这是普通人没有办法分辨它真的还是假的 就真的跟真人一样 就好像是真的录我们录像录下来的真人一样 那第二个是低延时 凭借这种低到几毫秒的延迟 你跟它交流的时候 你几乎感觉不到 就可能真的感觉一个真人在你的面对面 的这种感觉 那第三个是情感记忆 就是它从而使我们的这个体验者 跟它的交流之后 可以把这些数据沉淀之后 它跟我们的交流就好像是真的有了记忆一样 有了情感一样 能跟我们进行好的一个互动 在CES2020上呢 这个NEO展台呢 它展示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NEO场景 瑜伽教练啦 银行家啊 对吧 KIPOP明星啊 给你唱说唱 新闻主播啊 时装模特啊 然后你还可以跟它互动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有可能真的就把它 它如果是跟这个AI 甚至是这个机器人做充分的结合的话 我们无论是这个虚拟的 叫数字虚体 还是这个这个叫物理实体上 我们都可以去享受到 这些给我们带来的 比如说它可以成为我们的 这个服装代表 财务顾问 医疗保健 或者是迎宾的服务啊 对吧 嗯 甚至可以作为这个主持人 电视主播 那之前是那个搜狐哈 他搞了一个什么 人工智能的引擎 但是一个主持人 端坐在那 只是面部表情的计划 它是把一个人录下来 然后采样 然后去做嘴型 但这个的难度远远不及 三星的这个难度 OK 所以说这个三星的这个 确实是有一点黑科技 这个黑科技确实是 有点拉傻 那同时呢 今年这个好像 苹果也参加了这个CES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传出来 那么华为呢 好像也参加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上面这一次CES 到目前为止哈 真正展现出强大的这种 创新能力和黑科技的 基本就是三星 然后是索尼 其他的我们目前没有太看到 包括三星这个呢 它表示今天晚些时候 会和世界各地的这种 合作伙伴一起 在现实世界中的 Beta版发布Neo 那这个Star Labs 表示了在Neo World 2020特别活动上 我们将听到更多有关 叫Spectra 和Core R3 这种增强版的更多信息 所以说有时候 我感觉未来似乎就离得 真的很近 就好像 再过几年 就会有一个真的 我们分辨不出来是真人 或者假人的这个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2019年是小年 2018年是小年的话 那么2020年 会是一个大年 首先是5G产品的爆发 性能7纳米向5纳米迈进 性能上的突飞猛进 各种工业设计方案 什么屏下摄像头 折叠的爆发 然后智能家居的这一块 在5G的这个催生下 又会有各种形态的东西出来 包括无人驾驶智能汽车 对吧 这些新人员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2020年 是我个人而言 极其期待 又抱有着极大的兴趣 想去观察 想去体验 想去分享的这一年 所以如果说2020年 大家有一些行业的从业者 你们有非常牛叉的 这种方案的话 那么希望有机会 你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采访你 我可以把你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 怎么感觉我这一次的 这个状态不太好 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39了 之前路过几次设备问题 各种东西耽误了 年三个小时 就是各种弄 所以状态有点不好 大家都原谅 就不用投逼点赞 这个是吧 就是大家当一个下饭的吧 就是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很多看一周报的人跟我说 老杨我吃饭的时候看你这个节目 非常下饭 然后说老杨我洗澡的时候看你这个节目 还不是一两个人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看我们一周报的了 弹幕分享一下吧 我是牧城 我们下周六晚不见不散 所以我们下周五晚不见 我们下周五晚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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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